赛斯书 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 第855节 1979年5月21日星期一晚上9点15分 今天稍早鲁博好奇 而不知我是否会口售给你们的科学家更多的答复 当他在猜测的时候 我很简短地反映说 既然我们是出自如此不同的观点 事实上很难给你们的科学家一个充分的答复 我可以口售一个会令他相当满意的答复 但很可能这个答复 欲想让他了解 就欲会造成委屈 鲁博没有科学性的词成并非巧合 虽然他的确拥有一个科学性 而且直觉性的心智 想要以科学用语 如他们目前所被了解的 来描述实相 这个企图本身 就对这个词汇付出了他所不值得的尊敬 因为那种词汇自动地把较大的观念 缩小以适合他的严苛 换言之 这种企图更加重了思考一个仿佛客观的宇宙 并且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去描写宇宙的问题 那个宇宙是 而你可以选择你的字眼 一种心灵的或精神的或心理的显现 而非以你们通常的词汇来说 一种客观性的表象 目前科学上 宗教上或心理上 都没有一种观念性架构 能够接近于解释 生活间接地描写那样的宇宙之幅度 这种宇宙的性质是心理性的 遵循着心灵的逻辑 而你所了解的所有物理性质 都是那些更深的东西的反应 再次的 每个原子与分子 以及任何你能想象的粒子 都拥有一个意识 除非你接受那个声明 而把它当作一个基础性的学说 否则我大半的资料都会显得是无意义的 因此 任何新科学理论 若希望发挥导致获得真实知识之作用的话 它就必须以那个声明为基础 因为我必须用客观性的词汇 所以我就会永远在寻找比喻 说到客观的词汇 我是指用到一种语言 英语 而它自动地设立了 它自己的知觉滤网 而当然 任何的语言到某个程度 都必然会如此 如我以前曾说过的 宇宙扩张就像一个概念扩张一样 以你们的说法 就像句子是建立在字上 而段落是建立在句子上 并且就像在那个架构内 每一个都维持它自己的逻辑 连续性与证据一样 因此 宇宙的所有部分对你们也显得具有那同样的凝聚性 意志 连续性与秩序 任何句子都是有意义的 当你用它时 它仿佛自己就排列成序 它的秩序是明显的 一个句子之有意义 乃由于它字母的组织 或 如果它是被说出来的话 乃由于它的母音与音节的组织 可是 它之所以有意义 并不止因为 在它里面所用的字母或母音或音节 却是因为它所排除的所有字母或母音或音节 这同样也适用于您的宇宙 它之所以有意义 一致性与秩序 不只是由于那些呈现出来 而你们显而易见的实相 却也是因为那些未说出的或隐藏的内在实相 以科学的说法 我不只在说那些隐藏的变数 我也并没在此说 这宇宙是一个幻象 却是一个心理上的实相 在其中客观性是心理上的创造之结果 并不只是你对实相的观念 是相对于你在宇宙里的位置 而且按照你在它内的位置 宇宙的本身也是不同的 而心灵上或心理上的法则也一样 宇宙与形形色色的秩序 知觉与组织打交道 每一个都依赖另一个 但每一个也分别在它自己的领土里 在你们的实相领域里 除了概念的自由之外 没有真正的自由 而除了概念的束缚之外 也没有真正的束缚 因为你们的概念 形成你们的私人与群体实相 你想要由外面检查宇宙 从外面检查你们的社会 你们仍然认为 内在世界不知怎的总是象征性的 而外在世界才是真实的 举例来说 战争是他们自己打起来的 或是用炸弹打起来的 在所有的时候 心里的实相都才是主要的实相 它形成所有你们的世界 并不是说你无法了解宇宙的本质 到某种程度 但答案是存在于你自己心智的本质里 在个人创造性的过程里 在问像以下这些问题的那种研究里 这念头由何处来的 它又到哪里去了 它对我自己或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我从来没有被教过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如何去做梦的 当我没有了解说话的机制时 我如何讲话的 当很明显的 我有肉体上的生死时 我为何感觉 我有一个永恒的实相 不科学的问题 我告诉你们 这些才是最最科学的问题 到某个程度 科学那一方去考虑 这种资料的企图 也许可能带来那些 真正科学性直觉的特质 那将帮助科学弥补 存在于像它自己的看法 与我们这样不同的看法之间的鸿沟